而刚才传来的最新讯息是 立法院通过了立院职权行使法 刑法藐视国会罪 那宪法法庭在10号 就这个暂时处分部分行准备程序 那到了刚才结果出炉是几乎都才准 时事评论员黄阳明就直言 那果然就是如同吴珍所说的啊 宪法法庭公告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的 暂时处分裁定了 我是很不想这样说 但是民进党的发言人居然可以提前预告 宪法法庭的动态 可见真的是民进党的附随组织 被宣告暂时处分冻结的条文 包含了国情报告依序及时问答 禁止反咨询 同意全家言调查听证等相关的条文 以及刑法的藐视国会罪 在野党等于是输到脱库 而针对这个难道是未眼先知吗 这个民进党发言人吴征 他在接受了广播专访时就解释了 宪法法庭对于暂时处分的部分 吴征居然说搞不好今天下班前 大家就会得知一个结果 那果然刚才就有结果出来 所以新北市议员叶元芝表示 虽然民进党事后连发了三份新闻稿澄清 但是你相不相信宪法法庭就是民进党开的 吴征今天很真 真心的讲出来 大把关是他们开的 很真心的讲出来 因为他去扯翁晓玲 翁晓玲他是讲说是这周或下周 他讲的是一个范围 吴征讲的是今天下班前 所以这两个可以相提并论 完全不一样 然后吴征他因为发现自己出包了 所以民进党就事后发了 连发三篇声明稿要去澄清 主持人有一直追问他 你是这个意思吗 吴征无故左右言他 代表当下你的心情是被抓包 怎么办 我讲真话 好像不太可以 赶快把话题带开 那假设你是真的当下一句话被误解 如果譬如说如果是我的话 在广播上面 我当然要极力澄清 我要说没没没 我我也是推测啦 我也是因为根据什么经验 因为膝盖想 或者是膝盖想 就你总之 广播就是你最能够把话讲清楚的时候 结果你不利用那个时候 你要事后来澄清 那我就我觉得出 这这不是你说溜嘴 什么叫说溜嘴 吴征他现在 他接下来政治最大的攻防 就是宪法法庭 宪法法庭做出暂停处分之后 然后民进党怎么回啊 政法怎么回 这都他们掌控的嘛 所以他一定知道这个时序嘛 民进党都是梗涂都早就做好了啦 如果今天假设这个宪法法庭有有宣告 比如说暂停处分 马上什么梗涂蓝白为宪的什么 早就做好在那边等了啦 所以他有他有必要要先知道嘛 那他只是不小心讲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证明了 大家可以去质疑那个宪法法庭 是不是民进党开的嘛 是啊 是啊 对啊 大法官就是他们指挥的嘛 所以赖清德之前也有说溜嘴嘛 赖清德不是他也讲说政党 在如果大法官做出决定之后 不服的话 清党会飞出来 赖清德绝不会讲给自己听的 对不对 他是民进党主席 他不会讲你自己听 他是讲给蓝白听的嘛 那为什么他蓝白现在确定 就是一定蓝白败数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这么肯定 然后为什么你就可以肯定 清党会飞出来 全部他们都一套都已经在那边 在那边指挥好了